好 紧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国防部是每天都会公布一个图 这个图像大家都懒得看 但这次你看到 又是距离台北很近 大概只有50海里左右 然后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一个斩首概念 对不对 四面包夹 有感觉吗 很多人都说没有感觉 但是我们呢 这个神机部公布的 神机部 7月29号说 我们的海军呢 在去年办理了 这个修护的这个舰艇计划 到此刻为止 到112年7月底为止 26艘主战舰当中 目前我们看到 大概有一半 有一半没有按照 这个维修的周期来修复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直接被大陆媒体拿去引用 台湾战舰当中 一半失修的一个状态 对照两岸兵凶战危 然后谈判呢 卡关并没有任何的进展 不算是破兵 所以你怎么判断呢 那当然这个时候 在野党的力量就很重要了 在野党不管是委员 两个都不断呼吁 不能够再只期待政党轮替 很多事情呢 政党轮替还没轮替前 就必须要做 但是在砍掉这个高宏案之后 韩斌你怎么看 下一个真的是 大家所说的柯文哲吗 那柯文哲好像浑然不觉 如果赖清德留小胡子 越来越像希特勒 然后龙界先马上跳出来 麦阿内啦 你说这样赖清德会翻脸 他会记仇 他已经听到了很多 九月时间都有了 九月要办柯文哲 我劝你要谨言盛行 不要无缘无故 针对赖清德 然后他应该是没有听到 他接受一个广播节目 讲的时候 大家知道柯文哲那个个性吗 有时候青菜公公 对啦 涂利啦 哪个地方不合法 他承认涂利 今天你知道 这个绿媒体大幅报道 柯文哲认了涂利 是不是 那当然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白银赶快去帮他出来灭火啦 然后当然他也说高宏安的案对柯文哲的影响很大 几乎都睡不着 柯文哲到底有多危险啊 我是觉得龙界先当然是好意啦 是劝这个柯文哲不要再去刺激赖清德 可是我觉得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讲不讲 你始终都是赖清德的眼中钉嘛 这跟你讲什么话一点关系 你就算现在说 那个赖清德是咬顺鱼汤 他一样要弄你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说什么都差不多啦 所以他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那可是你说他是不是 直接被针对的对象 我不认为是 老实讲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对 他没有必要针对他去 因为你要知道留着柯文哲在 其实对赖清德是有好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只要柯文哲在 柯文哲还想选总统 那赖野就注定打不过民进党 那赖清德就稳稳的当选 他如果真的把柯文哲弄到死 然后反而让赖野被强迫归于一尊 那这样子对赖清德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我不认为赖清德会 直接针对他 去要把他打到死为止 但是呢 柯文哲的案子 也不会这么顺利的 就是全部都投过生就过 我觉得他未来就是 因为他有三个案子 他目前至少有三大案 这三大案我就陆续爆发 然后天天让你跑法院 就够了 也不用怕 还是要给他一个紧箍咒 对 就是呢 他的目的是要破坏 柯文哲在民众党 跟这些年轻人中间的形象 他不需要把他弄死 把他弄死反而 反而对他自己不利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让官司不断的产生 让大家觉得你民众党也不过如此 你们还是一堆贪污的 还是一堆土地厂商的 就是这样 只要有这种形象就好 让年轻人能够重新回归到民进党这边来 这是他最大的用意 反而你把柯文哲如果弄得太难看把他打到死 这些年轻人搞不好反而更支持民众党 这对他来讲未必是好事 那至于说柯的心情 因为高宏安被判刑 觉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很纳闷 我今天下午也讲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不知道高宏安会被判刑吗 这样 这个东西正常都 就算你认为说他有机会 可能会被判无罪 但是你心里头至少应该有个预设 他被判刑的可能性很大 那我觉得包括柯文哲 还有整个民众党好像完全不知道 他这个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可能就是担心自己跟民众党的未来吧 是不是就没了 那你不需要 那你早就该睡不着 我想知道吗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你怎么会认为 他们是随随便便放着你民众党算力发展 不可能那是吗 民进党一定想尽办法弄 你没看到国民党被弄得多呛 到现在 到现在党产还被扣着官司缠身一大堆 不是吗 所以他怎么可能放过民众党呢 不可能那是吗 所以如果柯文哲 现在才开始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根本是后知后觉 那我问你 柯文哲真的无力还手了吗 以这个态势来看 我跟你讲 他今天话讲得很硬 他说 你对王玉文这样子 才466块 你也要判他行 好了 稍妥会丢了 我们以后大家都按照这种标准 讲这种是废话 请问一下 你凭什么按照这种标准 司法现在是抓在民进党手上 你柯文哲能怎样 是啊 你现在老实说 再也没有拿回政权前一天 你只有挨揍的份 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也是 国民党比民众长大很多 国民党还不是一样挨揍 就是这样 你看这一次国会改革过去的时候 到最后你立法院人多又怎么样 我大法官视线直接把你砍掉 我看你能怎样 你看他们现在NCC 翁伯仲我直接就给他延任 我看你怎样 你拿一点折都没有 因为整个国家机器 不要操纵在手上 所以柯文哲如果到现在还没有觉悟到 你不拿回政权 这个梦魇永远挥之不去 那他就真的是后知后觉 我觉得他智商就不是157 二是五星 真的事实上就是这样 你早就应该要料想到 民营党一定会弄你 他会弄你你鸡犬不宁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你早就应该要 砂盘推远 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个局面 像他在讲说什么 什么高宏安呢 他当初叫他参选 现在觉得心里头很难过啊 他现在这样子 因为他他讲一个很好笑话 他说高宏安现在被停职嘛 他停职内政部又不发半薪嘛 然后因为他现在有公务人员身份 所以他又不能去外面工作 因为公务人员不能兼差嘛 然后他讲一句话说 那能怎么办 那到最后只好我养他 所以你现在是考虑这种东西的时候嘛 不是吧 你现在是要赶快召集你民众党的人来讲 接下来一波一波又一波 对高宏安可能会有罢免 对你民众党包括你柯文哲的官司 会民营党一定会一个一个出手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解决 怎么面对这个局面 而不是在那边 还在担心高宏安有没有饭吃 高宏安不需要你担心这个啦 对 高宏安 以高宏安过去在红海出生了 你会担心他没饭吃喔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 重点是接下来的罢免 重点是接下来的官司 请问一下民众党你怎么去面对 你怎么去说服民众继续支持你 这才是重点 拜托柯文哲跟民众党赶快想清楚 我让委员少补一下做个结论 就说有像韩兵讲的这么悲观吗 就接下来蓝白只能够等着挨打 完全没有力量还手吗 柯文哲跟黄国昌就要想办法 去把所有民意代表的助理费除罪化 这个不是现在才弄的 我跟各位解释 你也知道民意代表有助理费吗 那个很多的大学教授都有助理费啊 很多的那个台大医院的 很多的医师的研究计划都有助理费啊 因为他们都要去填研究计划上面写 我助理请多少人 我机器买多少 我材料买多少 我自己要收多少钱 可是有哪几人照这个规定弄的 没有啊 蓝白的部分都应该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时台大校长 我在当立委台大校长打电话给我 叫我帮忙去处理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把修这个法修那个法 当时修的是会计法 因为还有政务官 还有包括李秀莲 一起要处理 我问他说到底有多少人啊 他就有个数字2600人 我老天爷 他说如果真的办下去 台大医院关门了啦 那这个跟我们 我们所认知的贪污案 是差距太远了嘛 对对对 你用贪污案去办这种事情 根本是鬼扯 对不对 然后他就用叫修法 我就党团弄一弄一弄一弄 黄金平也蛮赞成的 柯建平也蛮赞 他们柯建平也蛮赞成的 因为里面有蓝有绿嘛 对不对 最后修啊修啊修啊 就出了个意外 因为有教师有医师 有名利代表一大堆 好了 那一天就修一读通过了 二读通过了 最后三读 刚好到晚上一点了 喊兵委员也瞌睡 率委员也瞌睡 我也瞌睡 他们没注意 然后最后的三读 只做文字校正 文字校正就江一化办公室那个秘书办公室拿回去重新review打一遍就送过来了 因为文字当时修了点凌乱 就要把明带给漏了 三读通过吧 就是把明带给漏了 你看惨不惨 好啦 那等到通过以后 黄金平才发现了 那可是三读通过了 你总不能再重来吧 重来还提修正案 那没办法了 任期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就留下这个尾巴 留下这个尾巴 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什么教授助理会啊 研究助理会被判刑了 以前有啊 以前好几个教授被判刑了 但是大家想到说台大医生 万一被抓去关了 到时候要开刀找不到人 这更麻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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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